如果我说 爱我没有如果 错过就过你 是不是会能够 如人风的爱人见头 那是不是有一天 因为你的每一首情歌 虽然我们都定义为情歌 可是每一首情歌 它所要告诉大家的内容 其实都不尽相同 对不对 对啊对啊 像大家仔细看歌词就知道了 就是都不一样的一个体会 像也有跟曹哥合唱嘛 对不对 其实也是那种 你看爱情里面总是很多的话题 可以分享 包括小争执小吵架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 亚若隆老师观察的真的很入围 好厉害 听说他是很喜欢看偶像剧的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常常看 就有很多idea给我们 非常好 我发现这一次 所有人完全就是为了帮你 在衬托这个部分 下足了功夫 我觉得光这歌词的歌名 你就已经会吸引到 你去注意到这首歌曲 其实有时候 好像在爱情里面 大家都会想得太过于复杂 其实就是好像是 这一次想要形容爱情最纯粹 就是他该有的伤痛还是会有 该有的难过 然后该有的爱里不理 该有的热忱 然后都会有 猜疑 然后有时候那个距离都会有 所以为什么会叫爱情之所以为爱情 就是在你的心里可能就是那样的意思 所以其实大家都会经历到 而且你知道这种东西 就是他没有办法说 我上一次怎么样 我这一次就不会怎么样的 对对对 他无法这样子用 没办法立测 用数学去算出来或怎么样 就是只是比较化学 可能 就是调出来颜色 气味不同 那可能就是化学作用了 如果能不能爱情之后 那是不是有一天 对 幸如当然 我必须要说实话 是 有感受到快乐 还有幸福的味道 是是是 我自己也有感受到 有 对 你们的爱 哎呦好会逼哦 哪有 大家对我的爱我都放在心里最柔软的这里 OK